大家好,我是Stan 牛津斯的五位成员各自向法院提交了情愿书 根据媒体报道 5月17号,牛津斯五位成员在米尼锦代表提出的 禁止行使表决圈的临时处分申请审问当天 向法院提交了情愿书 这是他们在还不和米尼锦之间的法律纠纷中 首次发表的正式立场 虽然情愿书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 但鉴于成员们自出道以来 一直将米尼锦视为母亲般的存在 加上在此事件中 成员们的父母也表态支持米尼锦 因此业界推测 情愿书是为了支持米尼锦 在这之前 米尼锦方提出临时处分申请 要求在本月底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 大股东海捕不得对米尼锦的解雇案行使表决权 而在昨天法庭举行的临时处分审问中 海捕议长庞销也通过情愿书首次正式发表立场表示 绝不允许个人的恶意行为损害系统 海捕方指责 民代表对保护艺人毫无兴趣 如果是真正的母亲应该成为屏障保护孩子免受一切风波 单米代表却将女进士成员当作盾牌来保护自己 法院要求双方在24号之前提交所需资料 并计划在31号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之前 做出临时处分决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海捕不要阻碍女进士 因为他们比你自己制作的团体还要成功 你就这么幼稚的设法签置 继旁谈摊丧人之后 女进士是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团体 为什么要拖自己的IP后腿呢 考虑一下大局吧 女进士成功了赚钱的是谁 最终还是还不赚钱 为什么会扯后腿呢 你们看起来真的很像没有任何社会经历的人 不得不说 米尼锦确实很有能力 能够掌控这些年轻的判断力不足的孩子们 女进士提交了请愿书啊 米尼锦是继母 她在背后骂了你们 他们是昨天提交了请愿书 现在应该会觉得很傻眼吧 昨天有韩国YouTube公开了 米尼锦对女进士成员们说粗口的卡通 如果女进士提交了请愿书 能够让法院批准临时处分 那么米尼锦就不会被解雇 并能够在未来几年内 继续以额朵代表的身份管理女进士 或许他们提交请愿书的目的 正是为了朝这个方向发展 是不是米代表为了保护自己 而让女进士成员们提交请愿书呢 对于女进士和他们的家人来说 从这个事件中退出可能是最后的选择 如果亲吞的指控属实 那么米代表应被解雇 如果不属实 那就是还不得错 法律纠纷应由双方依法解决 女进士保持终力会更好 尽管他们可能是出于 对于米代表的忠诚做出这一决定 但卷入这场战斗并没有任何好处 对于女进士成员们提交请愿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小学是5月17号 21成员们在各自的IG分享了一张最新的全体合照 队长希尔表示 为了纪念我们的第15个生日 我们想与一直爱我们支持我们 与我们一起欢笑哭泣的人们 一同回忆这段时光 这是我们时隔多年 再次以21的身份站在镜头前 在完全体合照中 希尔帕工他的恨明姐 毅然散发着强烈的魅力 然后与完全体合照消息的同时 也有媒体报道了 希尔与YG杨颜色见面的消息 虽然具体的对话内容尚未公开 但因为就在推尼文出道15周年的时期 推尼文队长希尔与杨颜色见面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期待 推尼文完全体的回归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网友们的反应 太怀念推尼文了 好想听新的歌曲 请给我们歌请回归吧 哇 粉丝们应该会很感动吧 曾经是最代表听信的歌手 拜托再合体一次吧 希望能在短时间内 给大家带来推尼文完全体的好消息 未经订阅 awk cat 中文字幕——YK